周一 緬甸民眾發起名為22222的全國大罷工 代表2021年2月22號 這次罷工是自軍方政變後 緬甸規模最大的街頭抗爭活動 當天 許多工廠店面關閉 抗議者組成罷工委員會 提出結束軍事獨裁 廢除2008憲法及建立聯邦民主制度等訴求 此前 已有4名緬甸民眾在持續抗爭中身亡 但軍方失口否認殺人罪責 並在周日透過國營電視台警告說 抗議將會導致衝突 甚至有人可能因此喪命 周一 軍政府還威脅 將對使用政變一詞的媒體採取行動 但在仰光 曼德勒等各大城市 依然有成千上萬民眾無懼恐嚇涌上街頭 表達抗爭到底的決心 周一 歐盟外長會議後 歐盟首席外交官伯雷利就緬甸局勢表態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周一敦促緬甸軍方停止鎮壓 並釋放自政變以來被拘留的數百人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週日推文 聲明 美國將繼續對那些 向要求恢復民選政府的緬甸人民 實施暴力者 採取堅決行動 我們和緬甸人民站在一起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 美國首都華盛頓